我可以很真实的告诉各位民众 药局 极大部分的药局来的本钱是远超于20令吉的 政府宣布从9月5号起 我国冠病快速检测试剂盒的零售顶价设定为19令吉90仙 批八价为16令吉 对于全马人民而言 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但为何之前售价比顶价高 降价之后的隐忧又是什么呢 以上的论文就仅代表我个人 其实我个人看法管控价钱永远是好的 因为对消费者来讲最专业我们的领域来讲 他被管控来讲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处于公平的平台上面 那我们就focus把这个检测器教育好民众怎样去使用 我也知道今天我有很多同仁 很多药师在外面都被民众误解说我们在暴力 基本上这个不是事实 很多药师都是蒙受着这个很大的亏损 还是坚持着要去教育民众 我可以很真实的告诉各位民众 药局 极大部分的药局来的本钱是远超于20令吉的 甚至是接近30令吉的都有 那这个马来西亚药剂师学会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把所有药局呈现出来的这个invoice 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考察 极大部分的药局是牌子 从中国进来的大概是22块23块的本钱 那从有的其他国家的甚至是高达32块 药局本身购买的价钱已经是在32令吉的时候 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把它砍半了 其实对我们的商家来讲是还蛮不公平的 马来西亚不是第一个国家 也不是唯一一个国家批准这个快捡区 那我们极大部分呢 目前只有两个本地的厂家在制造这个快捡区 我们有12个牌子是向外进口的 那当然这个价格的竞争就会导致我们有没有能力 去跟人家抢货 基本上我打个比方 如果国家A它可以出到20令吉去购买这个快捡区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销售商只能向这个厂家说 我只能售卖16令吉 那我只能跟你拿可能12令吉到13令吉的情况下 那就似乎国外的厂家会不会因此而减少马来西亚的供应货 那其实这个是蛮关心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